好比赛是正式的开始了 上半场比赛 从右向左进攻 手牵开球 身穿白色球衣 黑色球裤的是新疆天山雪豹 辽宁沈阳城市呢 是红色的球衣 黑色的球裤 前场左侧的任意球 交给王鹏来主罚 比较深的球 直接往球门里面掉 我的天 这球进去了 门将哭都没掉 是哭去 这球王鹏是故意掉的 还是说这球给深了呢 因为感觉出脚的时候 球特别特别高 守门员第一时间 往外出了一点 杨健 可以踢中场的球员 他现在是球队中后卫 看一下杨健 这脚任意球 是他 还有朱世玉呢 右脚 想法是不错 就从人墙上面绕过去 在球过去之后呢 明显可以看到 没有能够压下来 脚法的控制 还没有去到极致 这球是直线的往上 直接送长传了 投球点下来 没有能够信号 让给自己的队友 两个人磕磕磕磕磕 有人跟上来一脚 射门 这一脚打的还是有点意思的 可惜没有能够把球 控制得更好一点 刚刚这区域本来应该是 屈小辉他自己的 前叉的一个固定区域 点下来之后 黄金兵让了一下 跟上 最后射门是朱世玉打的 当中的争抢 这球半天没下来 终于 哎哟 我说终于杜军鹏把球卸下来 卸完的时候领了一步 外围这条低射 杜军鹏打的这质量还不错呢 这边朱世玉在说 哎呀 这个球场的灯光太晃眼了 看起球 这次投球公门还是顶偏的 转中球这下就找到刘嘉欣 下半场比赛 余明放他上来 就是让他来当一个中锋 来顶头球的 两人包夹 哎 门扬这个动作麻烦了 门扬这个动作麻烦了 再看一下 碰没碰到 且不说对抗之后 奔着跟剑去 哦 这球麻烦 因为 因为这边对抗下来之后 你铲是铲人家跟剑的 前面还说到 你铲 你要如果说是铲的是 别人脚把人勾倒了 你说你铲的跟剑 太没明白怎么回事的 马超给了把那一脚 太莫名其妙了 有进去内 磕一下 挡一下 门扬 闪过防守拳 左脚射门 跟上 有补射的机会 球进了 84分52秒的时间 从后场提到中前场的杨健 球队的场上队长完成了破门 杨健的进球带来1比0的领先 来看一下 边路 您号的传球 拿 这下没有问题 再注意一下 4号的郑一鸣和14号的沐河木提之间 沐河木提和郑一鸣之间 留出了一个巨大的空间 给他门扬拿球 或许看着这场比赛 大家明白为什么在这个赛季 他们到目前为止 在积分榜上的情况是这样的 这时候主裁判是结束了全场比赛 最终结果是 凭借着门扬的射门 带来的队长杨健的补射 辽宁沈阳城市是1比0 小胜了新疆天山雪豹